这几年的旅程下来 广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山水还是人文风情都值得称道 但是我们一直呢没有来过南宁 这次有机会我们就决定到南宁去感受一下广西风情 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广西的省会南宁 一走进南宁市给我的感觉就是绿化真的特别的好 而且呢整个的城市建设是非常现代化的 今天咱们就一起去转一转 走在南宁的街头 首先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干净整洁 其次就是植被覆盖率很高 空气很清新 南宁素有绿城之称 真的是名副其实 南宁的绿化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好 从高空俯瞰 大面积的绿地 让人心情莫名舒畅 不自觉的就会对这座城市好感倍增 南宁除了绿城的称号 还有一个简称是庸 在南宁随处可以看到庸的痕迹 陆明江明都在向我们诉说着这里悠久的历史 1400年前 唐贞观六年 把晋兴郡更名为雍州 设雍州都督府 南宁的简称雍也就是由此而来 到了元朝 太定元年 朝廷为了庆祝南疆叛乱的平定 将雍州路改名为南宁路 取南疆安宁的意思 南宁的名字也就从这个时候诞生了 后来是一直把这个美丽的名字沿用至今 来南宁一定要来看看的就是会展中心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繁华了 其实游客出来一座城市 首先看到的就是这里的楼高不高 路宽不宽 用这些呢来去判断这座城市是不是大都市 南宁就符合了我心中大都市的标准 从高空府看 国际会展中心的主建筑是非常醒目的 它是以倒立的朱锦花为造型的 朱锦是南宁的式花 它的这种超大花瓣 非常像凤凰的翅膀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12片白色的花瓣 就象征着广西原有的12个少数民族 独特的造型在国内属于首创 远处的民族大道也象征着 各民族团结共同发展 在南宁的大街小巷 除了川流不息的车辆之外 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电动车 密密麻麻 浩浩荡荡 看起来呢 畏为壮观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南宁包容的一种展现 年轻人出来乍到 能立住脚 奋斗阶段 电车就是最好的代步工具 当然了 这也可能是人们保护旅程 习惯性的低碳出行 在南宁有一句话 叫做南宁地铁南宁造 南宁公交南宁造 用新能源取代了传统的汽油车 我们还是能够看出 南宁人保护环境的理念 其次呢 也可以感受到南宁同样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 最后我们来到雍江之上 看到了这座连接清秀区与凉庆区的过江通道 南宁大桥 这座大桥是世界上首座大跨境 曲线梁非对称外清拱桥 南宁大桥的桥形非常独特 看上去好像两把对接的竖琴 这座大桥创造了许多个第一 同时呢 也点缀着南宁这座城市 你觉得南宁这座城市怎么样 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里 古蝶子又穿心在清洁 看那晚霞盛开在天灯 我一群伤心归搜花图的天地 又花下我和你 让我们的世界深夜多大 这座城市面画起来 也不增加 有路到这个公司 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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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